幕后一个问题常说 佛世门中不堵无缘之人 那么我们的罪 傲慢自私愚昧无知 佛菩萨一开始 为什么不把他给清除掉 只留有善的 没有悟的 就不会弄之如今种种痛苦的业绩果报 因为世人大多数应无知而犯罪 他们可能并不是故意的 你问的话没错 可是你也知道 佛世门中不堵无缘之人 什么叫无缘呢 不接受嘛 佛教你不接受 佛讲的你不肯听嘛 这叫无缘 所以我们天天 接触到佛法 是不是有缘呢 不见得 真正有缘呢 你在这一生决定得多 你在这一生没有成就 你跟佛天天见面也无缘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一个是不相信 一个是相信不肯一交缝 这都叫无缘 不见得我们天天在佛堂 天天在读经 就以为我们就很有缘了 不见得 我们也是看到这种情形呢 所以细心去观察了 去检讨啊 为什么过去 学佛的人 是在讲啊 得度的多 成就的多 现在学佛的人 成就为什么这么少 原因到底在哪里 从前的人 有根呢 接受过基础的教育 现在的人没有 这个不能够小看 不能够疏忽 我们想想 那佛教当年 这个世尊的这些弟子 世尊灭度之后 这个弟子向四面八方来传教 并不是学人到中国啊 注意要晓得 佛教到中国是 释迦摩尼佛灭度一千年 佛教才到中国啊 那这个距离太远了 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 很慢啊 但是传到中国之后啊 佛教在中国就生根了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像个植物一样 一直到这边来 真的水土很好 很适合他 很适合他 所以生根茁壮 开花结果 劣带修行成就的人 绝不比印度人少 只有比印度人多 没有比印度人少的 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他那些国家地区的时候呢 佛教通通都没有了 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说都已经衰微到极处 已经没有了 那么我们中国在这100年 纵然在往上面推 还可以推到50年 在150年呢 中国佛教也在衰退 衰退到今天呢 好像也没有了 只有形式啊 没有实质 也就是说 学佛的人很多啊 真正一教风行的人很少 佛法修学 基本的 这个这个修学的科目 诸位要知道 是十三页道经啊 哪一个人 一十三页道经来修 十三页道 这个我讲得很清楚啊 是佛法的根啊 像盖大楼一样 是地基基础啊 你没有基础 你这个楼就盖不成了 我们没有认真去学 十三页道 《十三叶道经》里面讲得很透彻 这是佛自己说的 仁天法 在六道里面你能够得人身 你能够得天身 你将来能够往生天上 神闻小尘 菩萨 一切佛法到无上菩提 都是以十善为根本 没有十善 一切佛法就没有了 没有根了嘛 那十善的根又是什么呢 十善的根是弟子规 弟子规是家教 那不是学校教育 学校不上这个课程的 这个课程以前没有课本的 怎么学的呢 父母教的 小孩出生了 三四个月 你看他眼睛他会看 耳朵他会听 他已经在接受教育了 那叫杂根的教育 随父母 在小孩 虽然是婴孩 在孩子的面前呢 都不敢随便 一举一动了 都要手里 为什么呢 教小孩 教小孩 那个真正有爱心 明白人 教小孩的时间 还要提前 提前是怀孕的时候 就开始教了 怎么教法呢 你看看文王的母亲 这历史上有记载 周文王的母亲 胎教啊 文王是从胎里就受教育啊 母亲怀孕的时候 眼不看物色 就是不好的东西不看 不好的音声不听 不好的话不说 影响胎儿吗 中国人讲胎教 是有历史的 不是随便说的 周文王的母亲 就是太教了 那么现在谁懂得 现在哪个做母亲的时候 能这样爱护她的儿女 随人也定啊 自爱啊 才能够爱人 自己不知道自爱 那一种法子 这叫迷惑颠倒啊 所以过去学佛了 她的家教都好 都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 所以她可以啊 那个十善业道 她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落实 我们现在对这个为什么感觉到这么困难呢 我们家教失掉了 所以十善业道就变成很困难 很不容易接受了 而十善业道是梗的 你看我们这个禁宗 实在讲不仅是禁宗 只要是佛法 一切祝福 修行 教人的方法 总的指导刚临 就是敬业三福 佛讲得很清楚 这三条是三十祝福 敬业真音 三十祝福是过去 现在未来啊 你要想学佛的时候 你就要接受这个指导 再次指导